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几天我们再拥抱一下 来来 感谢主 阿里路亚 最少找五个人拥抱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阿里路亚 赞美主耶稣 阿里路亚 真诚的拥抱 不是敷衍的拥抱 尤其弟兄们 弟兄们要真诚的拥抱 弟兄们要真诚的拥抱 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 是一个调吗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我前几天我在我的微信上看到有人发给我一个 他问我 他让我做一个选择 他说你做一个选择 你去爱 还是被爱 你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我说我要想去爱 我也希望被爱 我每个人是不是都这样如此 对不对 按时呢 他说不行 你只能选择其 我想来想去 我说我选择去爱吧 耶稣基督的门徒 选择的可能都是去爱 不管世界给我们什么样的回馈 所以耶稣说你们跟踪我的世界会把你们当作仇人 你们可能会在世界被误解 被诬陷 但你们跟踪我的就要付如此的代价 我们这在山上 我们的主题是多结果子的生命 其实我们还有个副标题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 就是传福音做主的门徒 对不对 一谈到做主的门徒 好像这个话题比较严肃 什么是做主门徒呢 究竟主的门徒是什么呢 神为什么要呼召一群人跟从他呢 跟从人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去好好去思考 因为我们信主 可能我们读了神某一段话 我们立刻就把感动信主了 也许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 那种美好的见证 我们都不好意思不信主 我们就跟他去教会了 但当有一天上帝呼召你 给你一个非常要付出代价的课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软弱了 人的信仰的生活都是螺旋性成长的 不是一帆风顺的 不管是哪一位 甚至包括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那些门徒 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有软弱 他有三次在逼迫的面前 三次不认他的主耶稣基督 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1章 在提贝里亚海呼召彼得的时候 特意三次问他说 西门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后来都不好意思回答了 彼得真的说主啊你知道的 他连那个爱都说不出来你知道的 前两次他说你知道我爱你 也就是说你牧羊我的小羊 第三次彼得不讲话了说主啊你知道的 因为我的语言太贫乏了 我无法回答你这么严肃的问题 因为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要做他的门徒 我们是要付代价 那今天我们要下山了 牧师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些代价 所以因为耶稣讲过 你要跟踪我 你要计算成本 我们今天都很计算成本 Happy你开个餐馆 你要计算成本 我的租金 我的员工 我的负责 我有多少的利润 没有利润我是不会做的 你开一个公司 你要计算成本 你要娶个太太 你要计算成本的 你要娶个美女 那你成本就大了 对不对压力很大 据说娶美女的人生命都比较短 因为压力太大 这不是我说的 我往上说的 代价每人都要计算的 在你计算代价的时候 你首先要知道说 我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做不到 耶稣说 你最好不要去做 我们看一段经文 当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讲到的意义 这段经文 如果你想要一个人跌倒 或者不再做主的门徒 或者不再跟随耶稣 你就读这段经文 特别有效 所以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真的被吓到了 我说做一个耶稣的门徒 原来还要这个样子的 我好像做不到 我也知道你们也做不到 但是我有一点 我跟着主二十多年 我觉得有一点 是我体会最深的 就是主有恩典 你们 哈利路亚 恩典何等的美 恩典何奇妙 我们今天领的小组 我们就要叫奇妙的恩典 或者奇异的恩典 其实我们一生中主要伴随 不管我们多么软弱 主有恩典 保罗体会最深 保罗说我有一根刺 我求主多次 让主拿掉 主没有拿掉 主就给我一句话说 我的恩典 够你用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耶稣先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 他讲到这个比喻 原来选招的人都没有来 耶稣告他的 那个王告的仆人说 把路上的那些人青睐 路上的人青睐 把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都青睐 然后呢 耶稣就讲了做门徒的代价 第二十五节 圣经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我们看那个耶稣很多很多 那时候耶稣一走 就几千人跟随耶稣 耶稣有一次 这个就用五饼二鱼 就喂饱了五千人 对不对 极多的人 那五千人呢 你说犹太人 就会是属男人数字 不属女人数字的 我们知道 跟随耶稣的妇女 比弟兄还要多 所以耶稣那次的讲道 不是五千人 那应该是上万人 包括孩童 对不对 在整个的阿勒伯地区 当时只有一百万人 一个聚会有上万人 百分之一的聚会 你会看到 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力 难怪西里王吓得要死 难怪那些 罗马的巡抚吓得要死 如果今天在北京 北京我们现在有两千万人 如果我们有百分之一的人 聚会多少 那不吓死了吗 二十万 到天门 对不对 那西里王就得吓死 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耶稣当地 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那个时候 这么多人跟耶稣同行 耶稣提出很高的要求 耶稣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个括号 爱我胜过爱 原文做恨 你读到这 你是不是就不想跟随耶稣了 因为你很孝顺你的父母 你很爱你的家人 你想我跟随耶稣基督 那这些都没了 还要恨 我第一次在神经院 我跟我的教授辩论 我说怎么可以呢 因为神也让我们做 好丈夫 爱我们的妻子 爱到为妻子舍命 对不对 有没有啊 弟兄们 昨天刚次分享说 信主太好了 太太要学习顺服丈夫 可是圣经还要求说 你要爱你的妻子啊 我就觉得顺服容易 还是爱容易告诉我 顺服容易 顺服丈夫一点都不难 为妻子舍命很难的 对不对 命没有了 有天有个智慧的人跟我说 不一定哦 其实舍命容易 顺服不容易 舍命一下就死了 顺服一辈子 太难了 我告诉你这个 那还不如我死了得了 这个说的有道理 对不对 耶稣把我们要付的代价 摆到面前 然后他说 二七者 凡不背起 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人 盖房子 盖一座楼 不先做下的计算成本 花费 能盖成不能的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够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完功 或者一个王出去 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来 左梁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 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习的条款 第33就说 这样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 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不知道你今天读到这段经文 你做何感想 我如果奉献之前读这段经文 我绝对不干了 我那时候就凭简单的爱 就奉献了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奉献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多代价 我没想到主的爱吸引我 我要跟踪他 我不跟踪他 我会跟踪谁呢 主医治了我的疾病 主帮助了我 主带领我离开了死亡线 我不跟踪他 我跟踪谁呢 可是我们在跟踪这评论的一种热情 我们却没有计算代价 有没有啊 今天我讲的引言 叫拣选一护照 我们都知道 在圣经以赴所说告诉我们 我们是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呢 我们在创世之初 第一章第四节 我们是在创世之初 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 所以我们拣选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是神预定拣选的儿女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 我们得救的最重要的根基 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是 神帮我们找回家 就像路加福音第15章 那个浪子 他虽然在外面流浪流浪 他花进了他父亲所有的 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当然有一天的悔改 说父啊得罪了天 得罪了你 求你赦免我 让我就做你的故宫都可以的 他的父亲就把最好的给他 我们今天不也 每个人都是如此吗 我们都是浪子 回到神的怀抱 这是我们的福分 是拣选 可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神什么时候呼召你 不一定要啊 有的人是退休以后 神呼召他 有的人还在母妇中 上帝就呼召他 像耶利米一样 对不对 有的人在人生的艰难的道路 呼召他 马太是在碎关上被呼召 彼得大鱼是被呼召 保罗是在逼迫基督徒 是被呼召 每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 但神的呼召领导 我们不可抗拒 但是呼召我们跟随主的道路 是艰难的 对不对 可是还是那句话 神有恩典 Amen 哈利路亚 我讲一个呼召的故事吧 大家知道我被呼召 我89年藏在山里边 我逃到苏联 要被冻死的时候 在西伯利亚 我呼求主 那时我对耶稣的印象 没有今天这么深刻 我知识到这是一位主 是我过去不能认识的 或者我不能够理解的 但是他可能是存在的 如果他爱不爱我 我不知道 他如果救我 他一定爱我 他如果不救我 他就是不爱我 对不对 我就说主啊 我的冰天雪地被埋起来 快冻死 我就说主啊 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 我都没敢说活一辈子 我就说这一天 这一天太难了 这一天晚上 西伯利亚 零下45度 我活不过去 我知道我活 按照我是东北人 按照我们东北的常理 我一定是冻死的 我不可能再活到天亮的 我说让我活这一天 我就把自己献给你 当作活祭 什么时候活祭 我都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 农村他们祷告 他们圣经很熟 他们没有圣经 全靠背的 他们没有圣经 来到一段经文 就背下来 就觉得这个话太宝贵 一定要背下来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圣经家里 多了很多落灰 我们都没有那种精神 去背他 即使不背 我就圣经每天 都要摸一摸的 你摸一摸 要提醒你是基督徒 你不信实意识 早上起来 你摸一下 晚上起来摸一下 就提醒你是基督徒 你摸了就 哇 这里面有 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我要打开看一看 一打开 你就得祝福 神就救了我那一天 这是我第一次 然后来到美国 我就忘了 我就得凑巧了 我问 对我们怎么 是不是我们遇到神迹 都觉得凑巧了 我们身体被医治凑巧了 我们遇到任何事 也凑巧了 感谢主 我们都会讲凑巧了 那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没有任何一件事 是没有神的旨意 你要记住那件事 是神的意思 后来我在疾病中 我有病四年 我在台湾 荣总换肾 我就祷告 主啊 你要给我个肾 我就把自己 像你当作活计 你看我们都现实 那主也没给我肾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不用换了 我肾得医治了 感谢主 又凑巧了 是不是又凑巧了 但是我那次 把自己奉献给神 我没有想到 这么多代价 我只想到 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 我怎么可以不回报他 我跟神说了 我如果离开医院 你让我离开医院 我就进神学院 怎么样 咱们这条件 交换条件啊 那圣灵提醒我 那如果你要离开神学院呢 我说那你就让我回医院 咱们说话算话 你们 所以现在不敢离开 就是怕回医院 医院我待过几年 我知道医院是不好玩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朋友被呼召 更巧合 他的呼召 他现在在正道学院当教授 是个美国人 科教授 但是我认识他 他根本不是教授 他就是Ohio大学的一个历史学博士 那这个历史学博士 我去 他就给我开车 我去Ohio 二十多年前我去讲道 那时候我在Wayton College 那时候到Ohio很近 我第一次到Ohio 就他带领我 后来我们到台北 他就给我讲他的见证 他的呼召更特别 他来到了Ohio的时候 就认识一个中国 台湾来的一个立学生 台湾的立学生 他就爱着这个立学生 这个姐妹姓李 李姊妹 他就爱上她了 然后这个姐妹回台湾 他就追到台湾 那当然这个姐妹在教会里聚会 他就追到教会 那美国很多基督 不一定每个礼拜天都做礼拜的 追到教会以后呢 那个牧师讲道很特别 那牧师每次讲完道 都指着他说 你们美国人要悔改 然后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 他个子很高 他一米九 他一看就他一个美国人 他就很不舒服 他就回去跟他女朋友说 你们这牧师怎么 种族歧视 美国人要悔改 那那种台湾人不该悔改吗 他女朋友就笑 也不解释 当然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有一天那牧师又说 你们美国人要悔改 圣灵感动他 从小就信耶稣 从来不去做礼拜 他就跑到前面 跪在那里悔改 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然后就进神学院 神学院毕业以后 他就当了神学院的老师 后来当了一个神学院的教育长 后来老去中国大陆去培训 宣教 后来就娶了这个姐妹 他们生了三个孩子 当然这个中文就越来越好 过了若干年 他又回到那个教会 那个牧师还没退休 那个牧师讲道 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 他那天突然就明白了 不是美国人要悔改 是美个人要悔改 Everybody 哇他说你看我呼召 一个中国人奇妙就把我呼召出来 美国人要悔改 其实是美个人 不是我们美国人 但是感谢神 那次我把自己交给了神 生命改变不一样 所以我们了解了 拣选在创生之路 在使得神的旨意里边 呼召是需要你回应的 如果神呼召你 你不回应他 神就去呼召别人了 神就呼召别人了 所以神要呼召你 他一定要恩典伴随你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做上帝儿女的 我们跟随主 我们要付相当的代价 好像圣经说我们要付悲十字架的代价 我们不了解什么叫悲十字架 我们对十字架可能理解也不完全 那今天我们从这些分享中 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我们要付的代价 首先第一个代价 让主居首位 刚才耶稣讲了这一段话 他就在十字架说 十字架的二十六节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们从这一点看到说 神呼召我们要付的代价 是要把我们人生的顺序 做一个颠倒 是不是 我们要重新排序 过去我们人生什么第一位重要呢 有的人是权力第一位 重要 除他以外 什么都可以牺牲 可以牺牲金钱 可以牺牲情感 可以什么都可以牺牲 为了权力 有人觉得金钱可以最重要 为了他我们可以牺牲时间 牺牲健康 牺牲诚信 这样能够赚到钱 怎么都行 有人认为爱情最重要 这种人比较心而上 高尚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对不对 爱情重要 为了爱一个女孩子 然后就什么都不要了 这女孩子不爱自己就跳楼了 我说这不是开玩笑 我们唱那个宣教的中国 有一种爱 想拿下重庸昌明 听过这歌吗 林河成 就是为了爱情跳楼的 女朋友车祸走了 他觉得没有盼望 他就跳楼了 他想跟他一起走 就两条腿摔断了 没死 人向他传福音 信了耶稣 他才懂得除了男女之间的情爱 还有更高尚的一种爱 这个爱就是耶稣提督的爱 他说有一种爱像下重永长明 就像那外面的那个禅在叫 村禅吐司吐不尽 主的爱胜过这个爱 慢慢你会懂 主的爱胜过你夫妻之爱 如果你没有懂得那个爱 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入到主的爱里边 昨天谁跟我讲了三个爱 对不对 哪个姐妹讲的 你讲的阿松阳讲的 三个爱 第一个爱是比较低等的爱 原文叫奥撒 奥撒 性爱 索取的 有条件的 第二个爱叫 非利欧 是人之间的最美的爱 可以给予 可以给予 可以负责 非利欧 第三个最高的爱 叫阿嘎培 原文叫阿嘎培 是神爱不计代价的爱 爱那些不值得爱的爱 这个叫阿嘎培 这个专门属上 一会我们会讲的这段 这段原文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代价 当我们要付这个代价 生活这个顺序 要理顺的时候 是不容易的 弟兄姊妹 尤其对于中国人 为什么基督教传到中国 尤其当年的天主教 使中国的文化不能够接受呢 天主教传到中国 就是不能够拜祖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也不能够对父母下跪了 所以天主教传的 不是纯正的福音 到弟兄姊妹 记住传的是一个文化 我觉得福音到任何的国家 除了福音的核心内容不能改变 其他的文化处境 是可以改变的 是可以改变的 你今天你的基督徒 中国人的聚会 就跟美国人不一样 美国人就黑人白人也不一样 对不对 你到非洲也不一样 我们的宠外的形式可以多种 但是福音的核心内容 只要不改变 可是天主教传的时候 他们没有传福音核心内容 他们传的是礼节 所以是错误的 所以是错误的 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5章 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外邦人只要不拜偶像 父母不是偶像 祖宗不是偶像 那是我们历史的传承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只要我们不拜偶像 不淫乱 不吃勒死动物 不吃血 都可以 有一天有人问我 可不可以吃鲰鱼 我说可以 哪里写着15章 他没写啊 他查了半天没写 我说那写着呢 除了那次样 其他都可以吃 对不对 在基督里边 吃不吃 有自由 尤其很多弟兄姊妹 喜欢吃一些东西 然后吃完了 就死抓狗难受 一看到红烧肉 哇 眼睛亮 吃完了惨了又胖了 我告诉你 那个罪就来了 保罗说得很清楚 吃就凭着信心吃 你们 犯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你吃完了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啥事没有 如果你死抓狗 病就来了 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的 你干任何事 都要凭信心 当我理解这种 耶稣所说的 爱父母 妻子儿女的 我刚才是不能理解 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父母 我爱我的父母 其实 不是因为我怎么爱我的父母 是因为我觉得我亏欠 我特别的亏欠 八九年我逃走了 我把一大堆的问题 扔给了我的父母 对不对 你们想过没有 我的父亲是 1945年参加革命的 过去都是 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 人民是自己的人民 现在变成了 敌人的家属 我的父亲不能接受 所以天天坐在家里 骂丁小平 天天骂 警察来了 他也骂 我滚 我滚 警察也拿着 不能怎么办 因为老革命 能把他怎么样 他也不在乎 对不对 退休了 然后呢 我的哥哥 是解放军的军人 政委 当年他的坦克师 就进入了北京 他是39军 坦克独立团的政委 他没有去 他不仅没有去 他还找到张公 那个 机缘部队的政委 他对他说 我的弟弟活着还是死了 我妈妈让我来找他 你能不能告诉我 张公就说 你弟弟活着 没死 我给你看段录像 我带着队伍从北大 从天门广场出来 还讲演呢 别人都不能讲了 我还在哈利路亚 没有哈利路亚了 我还讲 要命中 要自由 我还讲 我有照片为证啊 他说你看 你弟弟还活着 没死 他就说哈利路亚习惯了 我告诉你 有一天 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一接电话 哈利路亚 他那边就傻了 他不信主嘛 因为一般的哈喽 我就哈利路亚 他想了半天 说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应该说阿门吗 我说耶 对了 你看 这个真不失习惯了 哈利路亚 那后来我的哥哥 就说了一句话 张公问他 如果你的弟弟 你发现的弟弟 你是把他交给公安局呢 你是放他走呢 我哥说我拿钱 让他逃到美国去 张公就说 那你不适合在军队工作 你应该退休了 我觉得我哥哥 这一辈子 这句话 他都不后悔的 他临走对郑伟说 是他老书长 郑伟 他是我的亲弟弟 他们没有什么错 他们有什么错 我的大哥 好样的 好样的 我最爱的哥哥 你知道这些 为了一个理想 我都牺牲了这些 然后耶稣告诉我说 我要爱他胜过 爱我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姐妹 好像不太容易做得到 对不对 后来我明白了 这是人生的一个顺序 那个原文做恨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原文在神医院 教授告诉我们 这是亚兰文 耶稣是用亚兰文 耶稣不讲希腊文的 耶稣不懂希腊文 知道吗 耶稣也不讲希伯来文 耶稣讲亚兰文 亚兰文是当地流行的语言 那么亚兰文 他的语言层次非常的单调 他没有副词 我们中文最厉害就是副词 你知道吗 我们中文里边会有最 最多 最最多 最最最最多 对不对 爱 最爱 最最爱 最最最最爱 我们会加很多罪 我们小的时候 那时候是 伟大领袁 毛主席 最伟大的领袁 最最最最敬爱的 伟大领袁 毛主席 我们加很多副词 表示我们对他的 这种惧怕 所以这个罪会加很多 这个没有的 爱和恨 就是恨 就是爱的少一点 他在表现爱的时候 他没有别的词 他用这个恨 就是少一点 你知道吗 就少一点 今天比如说 我们在美国 我们英文有good 有very good 有very very very good 对不对 那亚来文贝这个 所以他这意思是说 你如果 因为耶稣说 你做过的门徒啊 如果你要不爱我 胜过这些 你根本做不了的 这是一个条件说 对不对 这是代价说 你要付代价跟踪我 那我今天 我感谢主 我懂了 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 我们能做多少呢 说实话 我们做的 说的都是口头上的 给父母点钱 都会家里吵架的 你爱多少啊 你说的爱 都是很虚伪的 都不是真实的 有一天我懂了 因为我不能见到他们 我才懂什么叫做爱 所以我的父母走 我心里非常难过 就在这里 我不能回国 我也不能见他们 那感谢主 我的父母都信主了 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回报 你们 因着我苦难 我们张家四代基督徒 现在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是第一代 我爹妈第二代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侄子 孙子就第三代 第四代 我们家四代基督徒 我们家三十几口人基督徒 原来一个都没有 原来都是共产党员 原来都是解放军警察 我们家 你知道我们家我爸爸 我妈妈信主很早 我当时在芝加哥有病 在医院里边 那时候我在医院里 我打电话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妈 我说妈 我信主了 妈说哪个主啊 那时候好多年没跟妈 两年没通电话 终于通了电话 那是你知道 一分钟一块钱啊 电话费啊 开玩笑 我在医院里打 反正也不是我付钱的医院付了 我拿下来 我就说妈 我信主了 我妈说哪个主 我说耶稣基督 我妈说那不外国的主吗 你去看 你搞清楚啊 我就说 他是全人类的救助 我妈说行啊 你今天走到这步 你信什么 我就不管你了 你只要对你好就行了 都走到这步了 你信什么 我说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希望你信主 因为你要信了主 你就能见到我 否则你见不到我 她不知道我说的意思 我当时有病啊 医生就给我化疗 说我快死了 那我妈就说 我一定活过邓小兵 我一定会见到你 我怎么就见不到你 我说 我说你的活 我等小兵 我还不一定呢 我告诉你 我就哭了 我来电话 妈妈就心疼儿子嘛 儿子传福音 很好传 一哭他就信了 我一哭 我妈说别哭别哭 我信就好了嘛 你追求真理 那你总不会错到哪里嘛 对不对 我跟你信 我去读圣经 我妈妈太棒了 我天天给我妈妈唱首歌 你真伟大 我妈妈也在那儿 后来你知道 我妈妈就经历神很多呀 我妈妈90岁的时候 还去教会 你知道吗 而且八多岁走路 从来都走路去教会 走路去教会 教会没钱 都我妈都奉献 连教会的椅子 桌子 都我妈奉献的钱 你知道吗 感谢主 儿子美国借了 奉献给教会 放在神那里 我不需要钱的 妈妈那么好 可是我爹就很难信 我就对我爱我的爹 对我带他信主 因为我信主 他能理解我做传道人 否则他总觉得我出家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只要信了 他们信了主了 他知道我能怎么做牧师 牧师怎么回事 我带我爹信主 我爹绝对不会信的 后来我让我妈跟他说 一说就吵架 一说就吵架 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老共产党员哪受得了 有一句话最初吧 信什么主 共产党哪对不起你们 你们听过这种父母讲的话吗 对不对 他们被洗脑一辈子 他们就是为人打工打一辈子 自己还把人卖了 都不知道怎么数钱 你知道把人都卖了 就这种人 后来我 结果他中风了 八十岁那年中风 脑袋出了好多的血 苏醒不过来 床上躺了六个月 植物人 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打电话我妈 我说我们要祷告 圣经说 两个人同心合一 无论求什么 神都成全 哪段经文 弟兄怎么没告诉我 哪一段 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 这是应许啊 两个人 你们家有病了 就夫妻两个祷告孩子 父母有没有夫妻两个 同心合一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 对不对 是不是 两个人 同心合一 无论求什么 神都成全我们的祷告 我说妈 我们祷告 我妈说哪两个人呢 我说我跟你啊 我妈还没受洗呢 我妈说怎么同心合一啊 我也不会祷告 我说我祷告 你就阿门 就可以了 就同心合一 所以我们就拿着电话 他拿着电话 拉着我爸的手 我这边在岳阳电话 就被我爸祷告 他就阿门 阿门 你还没开口 他就阿门 因为他希望我爸 赶紧苏醒过来 我们祷告就一个目的 主啊 让我的父亲苏醒过来 能听闻你的福音 能信靠你 我没有求他多大的年纪 只能让他清楚的 认识你 这就是我对我父亲的亏欠 因为我什么都不能给他 我只能把福音给他 我爸苏醒了 哇 感谢主 有一天我一打电话 妈说你爹醒了 我能说话吗 他说舌头挺大的 说不了 但是能听明白说什么 我说赶紧给他传福音 哪天又过去了 我妈说不行 医生说不能刺理他 一刺理他就完了 又过去了 你说这像脑医学的人 传福音多难呢 你知道吗 我那天说 你把电话给我 我跟他说 我一拿起电话 因为我从小就怕我爹 我爹是山东人 就是这种土改宫都的人 在他的面前 哪有什么我说话的权利 就是立正 滚 就在生活 我就 我哪敢跟他说话 对不对 传福音最难的 是自己父母 对不对 我一拿电话 主啊你给我力量 那天主就给我一句话 我打电话 我说爹你好了吗 我爹上 嗯 我说我想你 我爱你 他那边吓得不吱声了 一辈子第一次 在我们父子之间 出现这个爱的字 在共产党的教育里边 哪能说这个爱呀 我父亲一辈子没讲过 孩子我爱你 一辈子没对我妈妈说 我爱你 没有的 他在武器干校 牛棚的时候 给我妈妈写情书 写信我念的 写什么离家远了 离毛里的革命路线更近了 脸晒黑了 终于毛里的红心更红了 我那时候在小学店 我看这什么呀 这是 我说这是我爹 写什么意思 我妈说你不懂 我懂 因为你爹的每一封信 都要经过红卫兵检查的 这就表达关心我们 你懂吗 那一年代的爱情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字是在中国 是禁忌 不能说爱 我第一句话把我爸就吓坏了 他就说你没事吧 我说我没事 你有事 你都病这么重了 你赶紧信主吧 你都八十了 你信主了能见到我 也能见到上帝 我们可以在天堂一家 我就还没能讲呢 我爹说你不用说了 你找牧师给我受洗不 我都明白 哈利路亚 他都明白 他怎么不明白 他就是放下过去的历史包袱 他就受洗了 陈瑞宗弟兄到中国去 清华大学讲学 他也是个教授 也是个牧师到我家 给我们家十几口人受洗 我爹一受洗 全得洗 我爹全回来 能打电话 全给我回来 回来 我又上天堂 你们谁都不能拉去 我们要跟老四在天堂里面 我说他都管我叫老四 我是第四个儿子 小儿子嘛 受洗了 跟随主十四年 九十四岁被主接走 那么重的病 活到九十四岁 不是神的恩典吗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家最后受洗的人 是我三哥 他是原来公安局的副局长 我通缉令当天 他枪就被绞了 然后呢 就把他从市分局调到市局里边 做调研员 触及调研员 即便没有降 但是没有权力了 枪也没有 要他管什么 知道吗 管宗教 管了二十多年宗教 所以就管佛教啊 基督教啊 伊斯兰教啊 就管这宗教 就对宗教很多了解 退休那一年就收洗了 哈利路亚 因为没少读圣经 你知道吗 为了研究基督教 然后呢 在香港大海里 我给他收洗的 我给他和我嫂子收洗 我说张伟弟兄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 你承认你是罪人吗 在大海里我三哥三嫂 流着眼泪说我愿意 那天 三五百人在大海里边 看着这位公安 管宗教的公安 最后一个我们家 我的哥兄弟 归向耶稣基督 感谢主 那天晚上回到家 我妈妈 我嫂子 妹妹 妹夫 他们都在那等着我 来看我 我回到那里 我就对嫂子说 嫂子对不起 我今天要跟你们说 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妹妹对不起 妹夫对不起 因为我 你们都不能做官了 原来国内 你们都有很好的前程 都有权力 都有地位 我说嫂子 嫂子因为我 你成为普通的妇女 你又不能成官太太 我哥那时候 三十几岁 就是公安局局长 嫂子说 兄弟啊 你活着 比什么都强 咱们不是兄弟吗 我就想到 约瑟 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 说咱们不是兄弟吗 那天我们抱在一起 他们原谅了我 我心里得到他释放 嫂子跟我 为了安慰我 开旧玩笑 老四啊 别说这些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今天是不是你嫂子 都不一定了 感谢主 神的恩典 都是够我们用的 我嫂子师班指挥啊 教会的师班指挥 唱着唱得很好了 年轻人眼里一点没的 知道吗 很厉害 一家跟送主 我才懂 我们这个代价 这个代价 只要你把你的家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 这个代价就成为祝福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第一个代价 让主居首位 我们爱主 才能爱我们的家人 如果你不爱主 你怎么能爱 懂得爱你的家人呢 你怎么能爱妻子呢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怎么可以为妻子舍命呢 向基督为教会舍命 对不对 我们怎么可以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爱都是留在口头上 都是外表虚有图表的 没有实际内容的 但是我们爱了主 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爱家人 怎么爱 Amen Hallelujah 第二个代价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主 路加弗习十字章二七写说 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十字架 每当我们唱说 十字架 十字架 勇使我的荣耀 十字架是荣耀 十字架也是羞辱啊 十字架也是苦难啊 十字架是很难背的 十字架是我们都不愿意背的 那很多人把工作当作十字架 有的把妻子当作十字架 对不对 有的把老公当作十字架 家里边我们随数都是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要付出忍耐 付出代价 所以耶稣说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耶稣后来在上个个他 上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他替主背着十字架 因为耶稣受了酷刑 背不动 那罗马兵丁要古利奈人西门 背着十字架 把他抓过来 他那时候还不信主 就在他背十字架的时候 他跟从了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的下面 他信了主耶稣 这是一个古利奈人 是个黑人 西门 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舍己 弟兄姊妹 舍己是最不容易的 我们信了主了 就是说我们要舍掉 我们的老自我 对不对 把我们的老自我舍掉 然后呢 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 什么是舍己呢 就是把耶稣基督当作 我们生命的中心 什么是舍己呢 就是我们不仅把信仰 当作我们的点缀 是真正的跟主 做他的门徒 你知道吗 真正的跟踪他 我们今天教会流行一种词 叫做信徒 在圣经中 信徒用的比例非常的小 大多都用disciple 门徒这个词 不是believer 是disciple disciple就跟随主的人 做主学认的人 他们跟随他 按照他指引生活的人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 他没有拣选那些高大上的人 他没有拣选那些 什么白富美 什么什么什么 还那个叫什么 是高富帅 他拣选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对不对 他拣选的资议他们能力 那你今天看到 这些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今天得到多大的荣耀 彼得渔夫 对不对 没十几个字 写出彼得前后书 你读彼得前后书里面多少的智慧 我当读到一个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圣徒 一个伟大的圣徒 一个有思想的圣徒 一个有忍耐 有爱心的圣徒 放在我们的面前 对不对 你看到约翰 和那个雅各 这哥俩 西比泰的儿子 就是一个不忘的 两人略懂希腊文 懂一点点希腊文 然后两个人跟随耶稣以后 他们生命的改变 原来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血气 他们叫雷子 跟随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 你到欧洲去 你会看到今天这些门徒们 跟随主耶稣 世人给他们多大的尊崇嘛 你到那个罗马 你看到一个最大的教堂 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叫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对不对 去过没有 去过去后 里边金碧辉煌啊 所有的话都是 比开狼吉罗的原作 连棚顶都是比开狼吉罗 画的创世纪 你在那里 你看到说 这个渔夫啊 他过去 因为他跟从了耶稣基督 他现在成为影响 世界最有影响的人 你要说影响世界 彼得是不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当年想都没有想过 我现在我到那里边 多少人朝圣的人 人山还拥进去 来参观这个教堂 圣彼得就为了 纪念这位圣徒 纪念这个当年的渔夫 没上过学的 你知道吗 在耶稣的侍政所前面 他有一个铜像 铜像衣裳褴 还像他奔走在福音道路上一样 他眼睛看着前方 那个铜像给我很多的震撼 他说跟随耶稣 我就跟随他 胜过我的妻子儿女 然后呢 你知道那些天主教徒 都去亲吻他的脚啊 那两个脚丫子 正亮那个铜像 上面都生铜袖 底下都正亮正亮的 排队亲吻他的脚 表示对这位圣徒的尊敬 我去了 我也想亲一下了 那是2004年有点沙子 中国闹沙子我就没敢亲 我就碰一下 碰一下了 哎呀那感觉挺神圣的感觉 你知道吗 其实天主教讲仪式 你不要小瞧仪式 仪式很重要 你知道吗 那感到圣洁的这个灵就在那里边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 跟随耶稣我们就要舍己 做门徒我们就要舍己 耶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计算代价的设计 他说你们跟从我的 要计算代价 盖楼 你要计算代价 你有没有这样的成本来把楼盖成 你要打仗 你要计算代价 你一万兵 能不能打过两万兵的 如果不能 你看就早早的 你早早 耶稣讲得很清楚 你要跟从 我不能跟从到底 你就早早的计算代价 耶稣这个挑战是给我们每个人的 不仅是给他的那些门徒 是给我们每个人的 那我们要跟从耶稣 我们要舍多少东西 想一想 我们舍太多的东西了 我们要舍到我们的名誉 在世界上的好处 我们的地位 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做人的尊严 基督徒在世界上被称为小群 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为主坐牢 对不对 那个秋雨之福 那天有一个小传道人 年轻的 被公安局抓去 公安局就打了他 三十多个嘴巴子 对不对 打嘴巴说 圣经怎么说 啪一嘴巴 他说 打你的左脸给你的右脸 右边啪再来一嘴巴 这是你们圣经说的 我就想这些人 这像圣经所说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都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在做什么 那个年轻的传统 爱是三十多个嘴巴子 他没有低头 也没有流泪 他知道他要付这个代价 跟随住 那我们今天在美国 我们付什么代价呢 丁总组织告诉我 我们就礼拜天 不要迟到吗 早上起来吗 礼拜天我们 或者每一天早上去 我们有点十五分钟 领袖世间吗 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不同意见 我们学耶稣 我们做爱吗 忍耐吗 不要争论吗 我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杰出吗 我们就付这些代价 这些代价算什么呢 这是祝福吗 对不对 感谢祝弟兄姊妹 跟踪祝这么多年 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不容易 我记得我当年奉献来到美国 我奉献了 我就离开布林斯顿 我当时在布林斯顿东亚系 我做研究员 我的教授叫于英时 还有佩尔令克 那个就是当年 佩尔令克现在跟我来我家吃火锅 我的董事长啊 我的老板 我的bus 他呢 当年就是 当年把方立志带到美国大使馆的那一位 他原来是布什总统 驻中国办事处的 很高级的官员 后来他弃正去学术 普林大学当教授 这个 这两个教授 当年对我去奉献读审院 都不能理解 我跟于先生辞行的时候 于先生看着我 你知道于先生特别爱我的 可能于英时现在他也年纪大 今天88岁 给他打电话的人很少 或者看的人他都不看也不接电话 那唯有我经常去看他打电话 就愿意跟我谈 因为他跟我谈话从来不累的 当年他录取我的时候 他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坐在他的桌的对面 跟他胡扯呀 瞎了 苏晓康和刘宾宴都在旁边陪着 苏晓康吓坏了 说你不知道 柏林今天是对你叫interview 我说啥意思 他说面试啊 今天是教授面试你 他如果愿意 他就收你做他的学生 如果他不愿意你就完了 你就得走 我说那要怎么样呢 我山里我都呆了 怕什么 他不要我拉倒 我去纽约打工去 对不对 没什么关系的 结果后来我到联合国开会 我到联合国去讲演 结果出了一群记者围着我 有一个记者 法国记者拿着张茉莉 我一看有一个大报纸 他说你有工作了 那个报纸是叫国际先驱论坛报 很著名的一个报纸 上面有一页 全是我的作案访 然后旁边有一小块 对于英识的作案访 然后说普林森大学 已经录取了张茉莉 哇他说你有工作了 我都不知道 我在这工作了四年 体育快的四年 跟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在一起 我有很多的学习 然后我要奉献离开 就去读神学院 余先生说 做个基督徒就好了嘛 为什么一定要做传道人呢 我说你不知道 我病了四年了 我跟神祷告 医治我我就做传道 我又离开医院 就离开医院 我就得进医院 你知道吗 医院我不能理解 现在他理解我了 现在他理解我了 真的不能理解 当我跟随祖走了这么多年 我发现越走越难 越走越如履薄冰 我在想 余先生有一些话 讲的是有先知性的 先知性的 我觉得做传道人 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职业 我过去不知道 我最近才知道 我过去这么二十多年 我都觉得我做得非常地顺利 我也非常地神给我恩典 那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 我都不相信 我说我在其中吗 后来我发现是的 做传道人 在世界是第二高危职业 第一高危职业 是韩国的总统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句话 不是悲观 但是呢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给我很多的提醒 这段话说 为你的牧师祷告 美国人统计的 百分之九十七的牧师 曾经被信任的人出卖 诬陷和伤害 百分之九十七 我在不在其中呢 我应该是在百分之三 感谢主 谢谢风若华教弟兄姊妹 对我的爱 百分之七十的牧师 正在努力抵抗着 第一高和犹豫症 百分之七十的牧师 我是不在其中呢 这个我绝不会的 我常常觉得亏欠弟兄姊妹 一遇到矛盾 你们受伤 我啥事都没有 这个很可怜 你知道吗 有的人就走了 我还不走 你知道吗 这个百分之七十 我不在其中 这绝对不在其中 这我知道 我不是 每一年约有七千间教会关门 在美国 这是美国人的统计 每个月 有约一万五千人 一千五百个牧师辞职 每个月 我这辈子都没赐过之 你知道吗 我就牧养这一间教会 当然在之前我在罗生基督教会实习过 我也在基督之家 做过牧师 当2003年我开拓了 丰盛华基督教会 从华盛顿的第一间 新加坡第二间 第三间 第四间 然后我们又开拓了 这个南加州的 北加州的 澳大利亚的 我们开拓了很多的分堂 我的分堂都在迅速的成长 纽约的 纽约两间 分一城的 我们都有教会 哈利路亚 很多人找我说 我们开福尔华教会 我说那我忙不过来了 你们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不管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但是我也感谢主 我知道 这么多的牧师辞职 他们辞职不是说转职了 有的就不干了 找世界的工作了 真的吗 10%的牧师已经退休 80%的牧师 在你读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感到失望 94%的牧师 家人感到侍奉的压力 所以牧师难 可能做师母的就更难 做师母的更难 我们家师母还容易了 因为我保护她 对不对 二十多年 我从来不像师母经历 风陶海浪 我都会保护她的 百分之九十三 百分之七十八的牧师 没有亲密朋友 这个我能体会到 牧师想交亲密朋友 交交就受伤了 伤的都是最亲密的朋友 这很特别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在世界里边呢 我们那些没有清楚亲密朋友 却一生一世的亲密朋友 我有好多老朋友 从老的到年轻的 我一大堆朋友 他们都不信住 但是他们跟我心心相应 这是我这个统计书的 我同意的 真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最后 百分之九十的牧师 一周工作超过 五十五点七五个 五十五个小时到 七十五个小时 我们常常说 牧师有Fortime的 有Partime的 我说这都不对 牧师没有Partime 也没有Fortime 牧师Overtime 牧师会用时间来计算 自己的工作量吗 我不会用这个时间 来计算我们的传导人 牧师是用心来做的 如果没有心 我们天天八个小时 做的八五十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代价 当我们计算 那个代价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个计算 真的耶稣提出 这个挑战 非常非常的严厉的 十字架 误解是不是十字架 我们也会经常 遇些失望 但是每次神都安慰我们 你记得有时候 我们就会来一个姐妹 我不说名字了 不是我们教会啊 母堂的 三年我们为他 瘫痪的丈夫祷告 躺在床上的 他们家地毯都我帮换的 你说我会换地板的 你们不知道吧 我们教会好几家地板 小组长地板都我帮他们换的 因为弟兄准备把地毯踩脏了 我去帮他们换地板 我做工 知道吗 牧养不容易 对吧 姐妹我们关心的三年 当他丈夫离开 连他们的财产都是我帮着分的 因为他的婆婆不同意 儿子的财产给他 后来我就跟他协调 一家一半 最后因为他婆婆信住 我去同意了 让步了 拿到了下个礼拜就不再来我们教会 人再没有见过 一个招呼都没有打过 我们都很受伤的 说你看爱了这么多年 那天我跟师母说过 实际我们更能理解 因为他很多的苦难是在我们教会经历的 然后他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他要面对过去的苦难 过去的这种 他有点不能够接受得了 我能理解 走了好 只要不离开主的教会 没有关系 嘴上是这样说 心里也是难过 你付出了 我们不想要回报 我们总需要能够理解和尊重 对不对 我也会常常看到弟兄准备 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十几个人 现在我们大人小孩三百多人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离开 有人说不是你的教会 如果人都不离开 你有大概一万人了吧 我说不会那么大 一千人不会的 因为来来往往的人 咱们教会三分之一是来 真正要来我们教会的 另外三分之一是参观来的 国内来的 外中来的 来看了 你不能把这个算上 对不对 另外三分之一是别的教会 到你教会来学习一下 你不能离开 就把人挖到你的教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计算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地计算 但是我们都要爱他们 那天你看我讲到 我向一个姐妹道歉 你们知道吗 那姐妹耳腕来的 Long Beach 很远的 不可能来我们教会 他就说 你要辅导我 我说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 你能不能找你的牧师辅导 不行 我就要找你 那我就说 你现在不讲理吗 对不对 要不然你跟我约一下了 好不好 我跟你谈 我真的谈一次 我不能永远辅导你的 因为我们教会有好几百人 我还要辅导 不行 但是那天圣灵感动我 我向他道歉 我说对不起 我刚才对你的态度不好 真的你要找我 我只要有时间 我就愿意帮助你 这个才是 可是你知道 你是over time的 你的时间 你的家庭 你的精力 有那么多吗 当然没有办法 这就是神 给我们传导人的护照 我一生中有好多的榜样 我常常想到 如果我没这些榜样 我都走不到今天 赵天牧师 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伯乐 赵天牧师 他把我带到中国福音会 做宣教师 然后把我介绍到神院 刘福里牧师 是我第一个神学老师 爱我 一生中在我生存 做最好的榜样 就是我们的刘牧师 他是那么的谦卑 我发现人可以那么的属灵 我从他神学到了 什么叫谦卑 每次祷告他都跪在那里 他一句话都不说 神知道他的祷告 他告诉我们说 同学们 你们要出去 要记住 你们要好好地爱主 爱你的弟兄姊妹 爱主很容易 爱弟兄姊妹不那么容易 对不对 我们爱主很容易 爱传道人也不会那么容易 一样的道理 然后 余利公牧师 余利公牧师在我一生中 成为 我就成为像提木泰一样 他就是我的保罗 我跟着他 一直送到他 回到天家 我一生中 那么好的牧师 放在我的身边 当我遇到难处 当我夫妻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找余牧师 每次余牧师都让我舍 你比如说 我跟谭建发生问题 都让我舍 说你成全你的妻子 我说他都不成全我呢 你说当年我在洛杉矶 我幕会好好的 他突然一下找一个工作 我阿盛顿DC政府 EPA环保属于做科学家 我就跟余牧师说 我去还是不去 余牧师说你去吧 我说那我变成丈夫 不顺服妻子吗 他说有神的旨意 你去吧 你有一个好老师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去了华盛顿 我们开始了 丰盛华基督教会 要否则今天 没有丰盛华基督教会 你们 在任何里边 事情里边 我们都会看到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只要你愿意付代价 愿意付代价 神的恩典 永远的够你用 你们 第三点 我们看到 我们爱耶稣 要胜过一切 第三个代价 抛下所有的跟随主 路加福音 十字章最后 三十三节说 这样 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 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个太不容易了 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在 马可福音第十章 耶稣遇到一个少年观 这个少年观 行为特别的好 他年轻 有为 有钱 然后呢 追求真理 他来找到耶稣 他说耶稣 我若能做什么事情 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说 戒命你是晓得的 什么戒命呢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他说我从小都做到了 耶稣看见他 就爱他 我读圣经 我就读到这句 我就特别感动 耶稣看到爱他的 好像圣经记载不多 耶稣看见彼得 爱他了没有 耶稣看见彼得就爱他 没有 耶稣看见彼得说 跟从我来 我让你得人如对鱼 命令是 彼得就发现欲望 就跟从耶稣了 耶稣看到马太说 跟从我来 就五个字 连打得人如对鱼都没有 对不对 他就跟从耶稣了 对不对 可是耶稣看他这个年轻 看见他就爱他 这个年轻人 他也应该高兴啊 可是耶稣说了 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要跟从我来 这个年轻人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当我读得这段的时候 我为了年轻人可惜啊 我想这个年轻人 他没我聪明啊 耶稣呼召我就跟从了 我跟从这二十多年 我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了 我也影响了别人的生命 我想一生中 做什么事情都比影响别人 更重要的 弟兄姊妹 你要影响人跟随耶稣 不是跟随你 Amen 这个年轻人 今天他的金钱还在吗 没有了 他的权力还在吗 没有了 他的土地还在吗 没有了 可是在永恒中他还在吗 没有了 Nothing 他什么都没有了 最好的祝福摆在他面前 他没有要 他没有选择 耶稣是放下你所有的跟从我 耶稣告诉我们 跟从他的代价 又跟从他的奖赏 放下所有不容易的 昨天我跟我们神州教会的一个弟兄讲 我们的弟兄是我北大的校友 我们来住一个楼 对不对 我们俩都在41楼 他是地球物理系的学生 现在是著名的科学家了 那我当时北大是我住41楼啊 我说我们在40楼楼走廊里踢足球啊 咚咚的 从走廊里踢到那边 对不对 我们一谈到41楼 就哗 就想到我们青春岁月 现在叫青葱岁月 对吧 我还想到真的 北大是我人生最美的一段时间 真的太好了 那个学校 现在我都怀念 我都怀念 比普利斯顿大学 比威登高雷志 比政道神院 在我人生中 印象更深刻的一个学校 因为他改变了我 他是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让我知道我的 医生该做什么 北大会提升你的能力 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我就说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太太是医生嘛 学医学的 是个医生 过去他没有信主之前 他收红包 你知道吗 徐医生现在收不收红包 老师收不收红包 还有一个叫什么 收不收红包 律师是吧 都收红包 全中国呀 结果他信主了 最大的改变 就不收红包了 我告诉你 哈利路亚 不仅不收红包 传福音 抓住任何机会 传福音 他传福音的 他传福音很有果效 传一个信一个 这个患者 刚上手术台 麻醉之前 他拿着手术刀问 你要不要信耶稣 谁敢不信呢 敢吗 你不信他手一动 你出事怎么办呢 赶紧信了信了 手术成功 也信了主 身体得 得救了 灵魂也得救了 多好 一举两得 结果这个弟兄呢 就后来被徐医生知道了 徐医生就 他是已经做了 那个神医院的 不是 那个医学院的副院长 常务副院长 姓孙 叫孙一刀 住在我们家 住了一个多月嘛 来到华盛顿来见总统 穿得很普通 从缅甸过来的 后来他就辞职了 没有办法 不得不辞职 当他辞职以后 他就去了西双版纳 他爸爸下乡的地方 他们家在那里别 他到那看一看 那个地方 他爸爸劳改的地方 看得怎么样 结果他就路上 就看到了一个 一个 这个妇女 坐在公共汽车上 坐在他旁边 一个巨大的流 二十多斤 在脖子上捧着 因为车在颠簸 他就捧着这个流 他说医生 他说你为什么 不把这割掉 这是一个良性的流 很容易就割掉了 那个人说了一句话 说我没钱 他得懂啊 世界不是所有人 都有钱治病的 我告诉你 有很多中国没有钱的 他就买了 花200块钱 到昆明买了一些手术器件 二百块钱 很便宜的 你知道吗 就在马路边 就给人的流 给割掉了 这一割掉 就走不了了 人都围上来了 我要治这个病 要治那个病 他就没有再回城市 就留在了 云南的农村 一留十年 十年帮助这些穷人 做手术 不要钱的 医疗不要钱的 不要做红包 什么都不要的 把生命全会 然后他建一个医疗所 就建一个教会 建医疗所 就建一个教会 每个教会都有医疗所 又传福音 得人灵魂 然后又能够手术 医治人疾病 这不就耶稣刚来 就是这样的吗 耶稣是宣讲 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人各样病症 见到许多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他在那十年 你知道吗 惊动了美国总统 来到美国来见总统 参加早餐会 来到美国 哎呀 他穿的一身 我一看 这怎么可以见总统 把我的西装给他 领带给他 我都给他 让你去见总统 他就给我讲 他的缅甸生活 跟踪耶稣 一辈子 一生 他现在在缅甸 帮助那些穷人 你知道他在缅甸 帮助那些穷人的时候 那个缅甸发大水 人间的 他们随着水往下 漂过了一个人 他就拉上来 看有没有气 有气就救 你知道吗 就那三天时间 就救出七十多个 还有气的人 他给治好了 你知道 医生 这也是医生 我们刚才 中国拿红包的医生 跟这样医生比 什么人在永恒中有份 我觉得孙医生 是在永恒中有份 他放下了所有 他什么都没有 他现在连妻子都没有 我记得有一天 我讲到是在哪个国家 讲的 结果好多姐妹给我写信 要嫁给他 我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他 他在我们家 他说 我一生就跟耶稣了 天下所有的跟随耶稣 他懂 他说谁能跟我去缅甸吃苦呢 今天的女孩子 能吃这种苦吗 他说我最能理解 就是保罗为什么会独身 如果他娶一个妻子 他被砍头 妻子也会被砍头的 他把一生就会给主 所以昨天我听到 这么多美的见证 弟兄姊妹 很多美好的见证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虽然我们见证 都长了稍微长一点 但我知道 我们讲不完的 神的爱在我们生命 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真的是讲不完的 每个人你让他讲 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 神也喜悦他的儿女们 不断地来讲他的见证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讲过 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见证 一会儿你要没讲过 今天下午一会儿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给你们讲 现在啊 节座我就给你们讲 一个小时 讲这个见证 这个如果一个人 讲主的见证 越讲见证越多 越讲感恩越多 越不讲越没有了 因为你觉得 你是应得的 你觉得耶稣 虽然给你这么多恩典 还是亏钱 还没有保护你 你跟绿卡 没怎么顺利吗 咱们夫妻关系 还有问题 工作还有那么多压力 和重点 儿女也不见得都听话 然后教会也不是那么好 那牧师也不太爱我 然后弟兄姊妹 对我很多的误解 我们总觉得 把这事情 我们都算在 耶稣的身上 会不会 我也会的 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也会跟主说 主啊 你为什么拣选我呀 你拣选我干嘛 你说我又不像 你要拣选的 你拣选那些多好 你看李璐 多好 多聪明 拣选他 教会就不会吃钱了 你知道吗 你拣选他 为什么不拣选这些伟大的人呢 你拣选我干什么呢 我也会 我也会软弱 但是感谢主 当我跟踪主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个代价 付的是值得的 因为耶稣应许我们 跟随他的人 我们看到 后面这几节经文 非常的特别的 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啊 我们看到我们的结论 结论这几段经文 我们来看 当我们匹下所有的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 马可福音10章29的3节 那些门徒们不理解 耶稣说 财主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的 门徒们说 那谁能进神的国呢 耶稣说 进神的国 就像骆驼进真的眼 那么难 那门徒们说 谁能做得到呢 耶稣说 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 骆驼是不可能进真的眼的 是进不去的 如果你的老我很大 你是不能进天国的 你必须放下你自己 因着耶稣得救 你们 因着他的宝血得救 不是靠你的努力得救 不是靠你的行善得救 不是靠你的行为得救 而是靠耶稣的恩典得救 是因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边 因着他引导我们 因着他带领我们 因着他施认给我们 我们可以在父神那里 坦然无惧 可以得上帝的喜悦 所以耶稣就接着 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 房屋或者弟兄姐妹 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日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在来世不必得永生 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 耶稣讲到同样的话 那些跟从我的既日 要得百倍的祝福 来得永远的生命 你们 哈利律啊 前面是呼召 条件说 后面是应许 当耶稣告诉你付这个代价 他后面是有应许的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恩典 够我们用 哈利路亚 牧养教会 我今天到现在 也算20年了吧 当我被神呼召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牧养教会 我觉得我的恩赐 是写作 我是北京大学作家班的 那我是靠写作 是我的专业 我服事主的时候 我想我用我的笔 来侍奉主 但是到一直到今天 神都没有使用我的笔 我信住以后 我出了 每一个礼拜天的奖章 我好像没有写什么 其他的东西 没有时间去写 我看到很多自己的朋友 一部书一部书的出 我有个小学弟 在我们教会 做的小组长 他也是 妻子在教会 给我们做助理 给我做助理传道 一年写多少字 好几百万字 对不对 对于婕 一年写好几百万字 常常说 不是啊 你的写作了 你知道我在北京大学 我的班主任是曹文轩 因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 儿童文学家 我的这个教授是钱李群 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 这些都是伟大的人物 都是伟大的人物 可是他的学生现在 但是我感谢主 现在可能写了上千篇的奖章了 我可能讲了上千篇的道了 我觉得神使用我了这一块 但是在幕会方面 我真是觉得非常亏欠 尤其对风楼哗笑的弟兄姊妹 我常常觉得 哎呀经常被外面情绪不倒 我一个月会出去一次 当然也去我们的分堂 去我们的母堂 有其他的教会 在牧羊上常常的觉得亏欠弟兄姊妹 没有做得那么细致 我觉得个人呢 又比较心粗 心比较粗 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我不觉得你那小事算什么 我不觉得那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那么难 我觉得就靠着主的鸟就过去了 所以常常会在牧羊的过程中 亏欠弟兄姊妹 我今天也跟弟兄姊妹道歉 但是你要记住 你有一个大牧者 就是耶稣基督 Amen 他不会亏欠你的 不要在牧师的身上 找到耶稣 他不是耶稣 他尽量做了 但是他不是耶稣 他是人和你一样 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就是性情中的人 在主的里边 多一点的包容 多一点的带导 多一点的彼此相爱 多一点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建造我们自己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因为神的选招永远的不后悔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亲爱的宝贵耶稣 我还有四分钟 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们一起起立吧 拉起手 跟旁边的弟兄姊握握手 拥抱一下 哈利路亚 在基督里边 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主的肢体 一生爱你 哈利路亚 拉起手来 对他说我爱你 对帮帮帝宾 我爱你 弟兄我爱你 姐妹我爱你 耶稣爱你 对他说我们跟随主 不要怕 主的恩典 每一天够用 每一天都是新的 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 让我们对主说 亲爱的 我爱你 保贵耶稣 你爱和灯的感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 亲爱的 宝贵耶稣 姐妹们来 宝贵耶稣 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弟兄们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佛 一生佛 一生 一生 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一条窄路 我们知道这条路上有风有雨 有高山有低谷 主啊 我们知道这条路更多的是荣耀 哈利路亚 我们跟随你 我们不后悔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更好的 能像我们可以跟随你的儿女 做的这样一个选择 因为你拣选不后悔 我们跟从不后悔 我们知道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 我们还经历你更大的恩典 主啊 你的爱 你的忍耐 你的谦卑 你的柔顺 你的美德都会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 让我们效法你的教宗 学习你的榜样 让你永远在我们里边 我们永远在你的里边 让我们做你的门徒 结生命的果实 结福音的果子 讨你的喜悦 像保罗所说 有一天我们都会被交电 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主 我们可以对你说 主啊 谢谢你拣选我 你托付给我的 我都做了 我是他聪明的管家 五千银子 两千银子的管家 你看 这是我的果子 求你悦纳 主啊 我们见你面 我们敢说 主啊 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 那当跑多路我们跑尽了 那索性的当我们守住了 谢谢你 给我们公义的冠冕 谢谢你 让我们有做你儿女的福分 谢谢你拣选我 不仅拣选我 也拣选我的 一代又一代 千代万代 蒙上帝的同在 谢谢你让我做了 我们家第一个福音的果子 跟着我 我的家族的命运被翻转 被改变 咒诅被打碎 都成为上帝的儿女 千代万代 跟随主耶和华 千代万代 做耶和华的儿女 永远在永恒中 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赞美 一起来欢唱 一起来品尝 耶稣基督的甜美 哈利路亚 祝福你的教会 我们今天在山上 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 弟兄们准备举起我们的手 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为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为我们的世界各地的粉堂 为我们神州宣教教会 为我们每个 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建造的移民教会 让我们在真理中扎根 让我们在爱里边被建造 让我们在顺服里边 寻以成长 让我们在谦卑里边 做群雅的榜样 我们不配 但是 祝你减选我们 你就使用我们 主啊 呼召我们 跟从你 呼召我们愿意 舍弃 呼召我们愿意 选择的最好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工作 可以存到永恒 唯有做神宣教的工作 唯有结果的生命 可以存到永恒之中 哈利路亚 让不像那个少年观 让不像保罗一样 选择的最好的 有一天跟你同在的时候 蒙你的夸奖 忠心良善的仆人 谢谢你亲爱的主 哈利路亚 我们里边有没有 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生活 很失望 或者我们走的时候 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 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吗 跟主祷告 主啊 当我下山的时候 旧事已过都变成心了 哈利路亚 有没有我们这里边 还有身体软弱 疾病没有得到医治 我们觉得神 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 今天你的心里的 所求所想 神都知道了 他要医治你 他要全然的医治你 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 我的关系上还有些破坏 不管我们是与亲人 还是弟兄姊妹 主要恢复你 当你下山的时候 这一切都愣在这里 全新的关系 在基督里被建造 哈利路亚 我们有没有这里边 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如果没有信耶稣 你也愿意 主我愿意 接受你做我的救助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哈利路亚 你要打开心 一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Amen 哈利路亚 圣灵在这里运行 在这里工作 祂要更新我们 使我们重新的被建立 重新的在主的里面 知道我们做主精兵的职责 知道我们放下一切的所有 神都会百倍的还给我们 赞美耶稣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请弟兄姊妹 有这种感动到前面来 刚才这三种的呼召 你愿意到前面来 上帝就引导你 进入到更高的属灵的层次 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 到前面来 弟兄姊妹来祷告 我们有点时间 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哈利路亚 主来祝福的姐妹 赞美主到前面来 我们的长老也到前面 只是我们的传道人 小组长都到前面来 为他们祷告 为弟兄姊妹来祝福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父亲我的姐妹 把他前面的道路交给你 祝福的姐妹 主啊 再一次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赞美主 使用我的弟兄 让他的软弱成为刚强 哈利路亚 让他在主的里面的寻求 不羞愧 不必保守他 赞美主耶稣 父亲我的弟兄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我们也可以彼此带倒 找到你旁边的弟兄姊妹 找到一个 两个三个垃圾走来 彼此带倒 找到你旁边的弟兄 两三个人垃圾走来 彼此带倒 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 一生清白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奉献 一生爱你 主啊 求你的灵 在我们心中运行 安慰我们 医治我们 除掉我们心里 所有的苦毒 除掉我们 所有的疑惑 来到你面前 今天你的爱 就进入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成为一个 爱的器皿 爱的管道 让你的爱 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 让你的福音 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 让你的见证从我们生命中流出去 哈雷路亚 赞美你 让我们身体得以医治 灵魂得以兴盛 在基督里边 让每个地方最为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影响的家人归向耶稣基督 影响的离世归向耶稣基督 影响的亲母好友同学同事归向耶稣基督 主啊 因为我们就是你的见证 就是你所爱你所拣选的见证 赞美你 哈雷路亚 赞美你 听我这边请坐 一生爱 握握手 拥抱一下 耶稣爱你 跟巴伯德友拥抱一下 哈雷路亚 跟没有拥抱过人拥抱一下 耶稣爱我们 哈雷路亚 一生地 祢神爱你 一生光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感谢主 我太太在这呢 佛祖我不会拥抱她呢 好 感谢主 我们 现在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 我们两个教会在这里 如果是神州教育奉献 请你写你们神州的支票 就可以了 以后我们收奉献 会把这个转给你们教会 那我们特会有些需要 也需要 听着凭着感动奉献 除了主是崇拜的奉献 因为我们知道 奉献的时候 是我们凭着信心对主的爱 主也爱我们 保守我们在美国每一天 来我们请继续谈 没有问题 感谢主 好 来 来 请奉献同工到前面来 如果是丰盛华教会的 请写HCCC 神州教会写什么 神州教会写什么支票 你们自己知道了 感谢主 哈雷路亚 好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感谢主 每当我唱着诗歌的时候 我都特别感动 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信心 需要我们自己提醒 我们的信心 需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提醒 我们爱主 是我们的喜乐 Amen 我们爱主 是我们的福分 我回答刚才 在微信上 问我的那位姐妹 她说 如果你选择被爱 还是爱 你选择一样 我觉得基督应该选择爱 去爱 爱那些 不爱我们的人 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爱那些 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 去爱 主动的 这是耶稣基督的护照 她说 你们要去 是万民作为的门徒 去爱就会受伤 为什么我说 丁丁丁 拥抱一下呢 为什么你知道 世伪不愿意跟别人拥抱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怕受伤啊 因为当你拥抱 把手艺打开的时候 你所有的防卫都没有了 你的最脆弱的部分 已经面对了别人 他过来的是抱你呢 还是捅你的刀子呢 你都不能防备 张开你的胸怀 就是说耶稣在实际上 怎么一回事了 对不对 体会着人生最高的境界 当你有了 你懂了 你的生命会更丰富 你更懂得什么叫做爱 爱谢主耶稣 所以基督徒 圣经说 耶稣基督讲一句话 他说 你们不要再做我的学生了 你们要做我的朋友 因为徒弟不知道主人的事情 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 可是作为朋友 什么都知道 Amen Hallelujah 赞美主 感谢主 我们不再做仆人 我们乃是朋友 这耶稣给我们的地位 这耶稣给我们的地位 做上帝的人 是蒙福的 所以耶稣也说 你们 就是我的见证 耶稣不仅说 你们要继续为我做见证 耶稣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你们 你想今天在座的 哪位弟兄姊妹 不是主的见证 我们过去都不认识耶稣 甚至我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 有的我们在座 还第三梯队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正在那里贪污呢 对不对 我们贪污的钱 都不会比他们少 我们又不比他们差 比他们聪明多了 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有不贪污的自由 OK 这个不容易的 有不犯罪的自由 这才是真的自由 有不犯罪的自由